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這過程當中水太深 所以變成是有點複雜 大家看了以後會覺得說 看不清楚 看不懂 那尾翰是時間控 我用短短的兩分鐘把它講完 大家就懂了 6月10號那天很關鍵 因為那天是高端的檢盲記者會 那郭總看了那個高端的檢盲記者會 我現在6月10號才檢盲 5月28已經簽下去了 是啊 看來那個是一路開綠燈 那個才叫開綠燈啊 對不對 那他那時候想想說 不對 我10天前 6月1號 我太太曾欣宜已經是送件了 這10天來沒有進展 石城大海 所以他在6月10號的時候 就決定做了一件事情 他發了一份公文給陳時中 裡面告訴他 48小時之內 請陳時中部長告訴 鴻海永林基金會 到底是要讓我們買 還是不讓我們買 如果要缺什麼 如果不要明確講 如果你也不回答 48小時之後 我會開記者會跟大家講 鴻海放棄 那是6月10號星期四 然後6月11號星期五的時候 哎 郭董他的太太 就發了一個臉書說 哎最近我老公睡覺的時候 講夢話都在講買疫苗的東西 記得嗎 那是禮拜五 禮拜六的下午2點鐘 陳時中部長就回應了 在48小時以內說 啊有條件授權永林去談 有沒有 這樣就串起來吧 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 就找了周志浩這個 跑去跟 永林晉慧人去談一些 技術性的問題 禮拜天的晚上 6月13號 接到電話 陳時中親自跟郭董講說 全力支持 是 這些過程 在郭台銘董事長 禮拜四的凌晨 12點PO出那個文章之前 我們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陳時中已經打了電話給郭台銘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解讀說 那個聲明 是在謝謝陳時中 也是在告訴陳時中部長說 你不要忘記你說 你要幫我 為什麼 往前再倒回去 我剛剛講到禮拜天對不對 禮拜天的晚上 當郭台銘接到了陳時中部長 打來電話說要全力支持之後 心頭就撩住 部長說要討論沒問題了 因為終於已經到6月13了 6月1號就送見 哇終於兩個禮拜 沒想到才過一個端午 第二天吃了粽子 是禮拜一 禮拜二就出現了新新聞 這個我先跟大家講 站在我媒體記者的立場 他不會是亂寫的啦 新新聞不會說 自己在那邊幻想 一定有非常權威的消息來源 告訴新新聞 他才敢這樣寫 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德國原廠避地 根本不要跟郭台銘談 這個人太政治了 那我說為了台灣好 如果德國總廠真的討厭郭台銘 我勸郭台銘總帳你也真的退了 不然到時候害到台灣買不到對不對 第二個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真的還是假的要確定 第二個就是說 啊 郭董你可以把你的錢給衛福部 猶豫力這個冷鏈系統 然後跟衛福部 上海復興 德國總廠 然後四方合約 那就對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郭台銘就回家就好 他把錢放在那邊幹嘛 台灣現在不是缺錢啊 所以那份聲明我看到的重點就是 他在提醒陳時中 為什麼你禮拜天告訴我說要幫忙 禮拜二就出現這樣的消息 而且那個陳忠燕副指揮官也沒有打假 說這次假新聞都沒有 然後水很深 他覺得他搞不清楚了 到底要不要 他今天的聲明就證明了 我所講的這個事情是過程是對的嘛 那這個時候 他就告訴蔡總統 我沒有政府授權 是 但蔡總統他也出 郭台銘出牌啊 一張牌兩張牌先 還有第三張牌還沒有先 民進黨就直接給你大絕了啦 大絕招就下去了 來給你台積電跟永齡同時都給你政府授權 都給你都給你 然後請他們進到總統府 我跟大家講 事情往好的方向走 那我們就樂觀其成 不過我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今天行政院告訴大家台積電 6月10號就送件 對啊 那6月10號都送件的時候 為什麼都沒有跟大家講 完全沒有消息啊 那送件的時候 有沒有附原廠授權書 有沒有八項文件 有沒有一百多頁的資料 第二個 蔡總統前兩天有PO文 感謝賈詠傑 感謝黃光琴 還感謝郭台銘對不對 對 你怎麼沒有感謝台積電啊 沒有啊 台積電也早就不是十天前就已經 對不起八天前 6月10號 這樣子大小眼不好 所以這些就是一個疑點的小小的 第二個就是什麼 今天這個過程當中 當台積電跟鴻海 都同時被授權的這個過程 今天下午 現在導播在放這個畫面 對 我真的也弱弱的講一句 我說往事情好的方向走就算了 這不是6月1號就可以做了事嗎 沒錯啊 6月1號當郭台銘 請他的夫人去送件的時候 總統就可以見他啦 對 你們都已經有誠意了 來 陳時空部長來 然後誰也來 經濟部 我們全部一起趕快把它促成 為什麼要中間隔這18天 6月1號就能見了 不是 為什麼要到6月18 還是說一直要等到台積電也願意加入之後 才要一起來 因為畢竟郭台銘他是 國民黨曾經的總統黨內初選的候選人 他也很擔心到時候 郭台銘這個500萬買到以後 我打一針你打一針 大家在打的時候想說 這郭董的 想得到是郭董 誰知道郭台銘會不會要024跑出來 當然現在很多人說要選 趙趙康也說要選 所以我跟你講 凡事都是政治 但問題是現在是救命跟救急的時候 你政治的這些痕跡太明顯 民眾還是會覺得 這早就可以見了 早就可以開綠燈了 你昨天說開綠燈 你看看第一點 郭台銘的第一點說什麼 我是看到媒體報導說你要開綠燈 我才又燃起了希望 所以沒有那一篇所謂的 總統下令開綠燈的報導之前 郭台銘其實是相當絕望的 這一點大家要看清楚 他到底PO的這兩篇文章是要講什麼 是啊 而且看了這個郭董的聲明之後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今天蘋果燈的一篇報導 就說郭台銘被陳時中是已讀不回 哇 所以呢這才發現說原來陳時中還曾經怎樣 不理郭台銘喔 人家郭台銘急著不得了 然後呢已讀不回 然後一直到今天 郭台銘呢受不了了 乾脆就直接掀開來攤牌給你看 然後才換得一個真正面見到總統的機會 可是見到了總統之後呢 當然郭台銘這邊都沒有發出任何的回應 而是由總統府府方告訴大家 今天的結論是什麼呢 說啊我們三方有高度的共識 就是疫苗要越快越好 要原廠製造原廠包裝 然後呢直送台灣 欸這什麼意思啊 這位王醫師 這個意思是什麼 是說郭董要捐500萬劑 是很快就可以來了嗎 就是表示不能來的意思嘛 就是因為要原廠製造直送台灣 這在郭董來講這比登天還難 不可能這事情嘛 你在大眾化地區 你就必須一定要經過上海復興嘛 那你經過上海復興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東西呢 不可能嘛 所以他這個根本就是跟你穿小鞋 你講了這個話以後 就是直接給你否定 所以 所以郭董在跟總統談過以後 基本上他是很垂頭喪氣的出來 可是像今天啊 這個行政院他們也有說明啊 說其實現在齁 就算是透過代理商齁 他們也接受耶 所以本來還以為說 所以原來本來都一直在卡在上海復興嘛 現在連上海復興我也不卡你了 結果不是喔王醫師 對啊因為他這個樣子 你看看他這次談的時候 他為什麼這特別把台積電抓過 這叫進來 因為台積電基本上就是美國嘛 就是美國爸爸已經同意了 你必須你這個情況很危急 你要把他這個弄進來 弄進來的話你看他弄進來 他就心裡面就定了 我可以從直接從美國弄進來 所以我可以他發的時候 他發兩張牌照給你 一張給郭董一張給台積電 那我估計到後來台積電一定是進不來 郭董一定進不來 台積電會進得來 蛤 會變成這個樣子 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機會很高的喔 這個機會很高 那直接從美國買了那個BNT的貨以後 直接從BNT送過來 這個才是符合他的標準啊 因為他就是千萬不要 讓這個上海復興去介入 上海復興介入是講得很漂亮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上海復興一介入 基本上就是中國大陸幫忙的意思 他不要讓這個意念整個 看到我們的政府裡面去 就這樣子 仇中反中的概念 一定要伸直到底 絕對不能讓這個 一點點的破口出來 所以當初如果說 我們這個政府 這一點能夠他放開的話 如果上海復興可以 可以經過 透過上海復興出來的話 我認為反倒是一個敲門磚 跟中國大陸產生 友好的一個敲門磚 總統府這個聲明一出來以後 我就認定完蛋了 這個根本就是拿來當 那個反中的一個橋頭堡 就是繼續反你下去的 是這樣子的 所以硬把這個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說 6月10號 就有表態說要捐 這行政院今天不講 我們還真不曉得 上Google查新聞 他應該也查了嘛 我們都找不到啊 我補充一下這個事情好了 那個理事長他是 站在醫學角度看這事情 應該覺得說這樣很難 那我跟大家補充一下好了 就8月以後可能真的難 但是我7月底之前 能夠到的話 我所理解到 現在目前 詠寧基金會他的方式是怎麼樣 我直接在我們節目就講白了 因為郭統都已經 把那個po文po出來了 對 不要跟上海復興直接買 因為這個是陳中部長他不要的 對 所以就找了瑞士復興 因為復興在瑞士也有他的歐洲廠 然後呢 瑞士復興是上海復興的子公司 所以自然上海復興 他也不會認為說有繞過我 我直接跟上海復興買 但是也沒有完全繞開 第二個 尋求BNT總廠的backup 他會給他佐證 授權說這個東西是我們原廠的 第三個 現在上海復興本來就還沒有在做疫苗 8月以後在上海的金山區 就開始會進行代工 因為他當時有代理權跟技術轉移 還有在中國大陸代工 那8月以後會有 那現在目前因為他有代理權 所以德國的總廠是有他的擴大在的 那所以郭台銘也已經 他臉書也都寫了啦 他對外也是這樣說法 德國當地生產製造 德國直送飛到台灣 過程中就是這樣 他只是缺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給他認證 免責的那個約必須要由政府來簽 因為一旦每一個疫苗 大家都知道一定會有一些不良反應 那那些狀況出現的時候 要由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來負責 不是由永利基金會 也不是由德國的兵梯 也不是上海的父親 那只有這個約簽下去 代表政府政府也授權 他才能夠完成 那以目前來講 郭台銘要買的那一批貨500萬劑 就是在德國生產 在德國製造 在德國直接上飛機起飛 直送台灣沒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蔡總統願意開綠燈了 也是迫不得已 因為民怨已經快要炸鍋了 可是他不能讓郭台銘 他自己把這一個感謝的那個情緒 全部都帶走 所以要告訴大家說 還有台積電 而且不只台積電 台積電連意志都不拿 鴻海泰還有自己的員工樣打 台積電才是真正無私 真的耶